112號 112號 這就是柳東元 康宗巴大家 今天你遇到那個沒有正常的天氣 對啊,我們遇到沒有正常的天氣 如果畫的時候看花,沒有花看葉子,沒有花沒有葉子就看樹皮 請問這棵樹是什麼樹? 答對了,來看一下樹幹上有這種橫的皮孔 皮膚的皮,氣孔的孔 所以下次看到樹幹上有這種橫的皮孔一定是三櫻花 這個皮孔是它的呼吸孔 請問有看過櫻花開花嗎? 它的花是向上開還是向下開? 向下 答對了 為什麼櫻花開花都向下開?是什麼因素? 不知道櫻花是哪一國的國花? 日本 日本的國花有兩種橘花跟櫻花 台灣曾經做過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他們的國花都覺得很對不起我們台灣人 所以向下開的主要因素在這裡 日本人民就說 陳老師,你嚴重了 我們是一個很有禮貌的民主 見到人都是ありがとう 再看一下樹幹上有這種綠綠的東西 這叫做第一 地上的地,衣服的衣 第一是藻類跟淨類的結合體 藻類會形光合作用,淨類會吸收水分 所以他們兩個要互利才有辦法共生 只能吸收水分不能排出體管 所以空氣中中金屬很多吸太多 他們就會死掉 所以它是空氣的指標 空氣一不好 第一它就會食給我們看 所以下次看到樹幹上有綠綠的第一 代表這裡空氣品質很好 空氣品質很好 我們就不要忘記呼吸 請問你們會不會呼吸? 用鼻子深吸吸到我們的丹田 嘴巴張開給灰氣吐出來 這裡空氣品質比平地多了三百多倍的分多金 來到這裡最寶貴是這裡的空氣品質 所以請你們做深層的呼吸 我們常常在講說 山上有很多分多金 山下有很多狐狸金 那各位今天另一半沒來 請你們做深層的呼吸吸得飽飽的 回去嘴對嘴當伴手禮 送給你們立一半當禮物 阿基斯曾經講過一句話 嘴對嘴是國際禮儀巧異而不是外異 其實阿基斯是清白的 人家當廚師一定是試吃 怎麼會是偷吃呢 想跟你們一半白頭偕老很簡單 只要三個月不染頭髮 保證白頭偕老 他們結婚宴為什麼一定要有龍蝦 因為結了婚以後要又龍又蝦 婚姻生活才能長長久久 我們的女生有沒有聽進去 讚了讚了 跟妳按讚 要咬要先你吃我 讓我走最前 一助晴天所以它是紅塊還是扁薄 扁薄 再抬頭看一下數字有沒有 稍微垂下來一點點 我介紹紅塊數字會上揚 扁薄的數字會下垂 可是上揚下垂因為它很高 我們在底下角度不對會不准見 所以下次要判斷紅塊跟扁薄 最好判斷就是看樹皮 剛剛看的清理色都是紅塊樹皮 沒皮啊平滑 看一下這顆樹皮有沒有感覺到比較厚一點 厚厚而且有脫皮的感覺 所以下次人家問你台灣最辣的樹是什麼 要打台灣扁薄 因為它的木材有辛辣味 所以下次到佳祭店 紅塊扁薄不會變嫩很簡單 用舌頭去舔一舔 有辣味的就是扁薄 可是你們還是要記得 紅塊的樹冠層樹枝會上揚 扁薄的樹冠層樹枝會下垂 我曾經有帶一團 有一對夫妻就站在我旁邊 聽到我這樣解說完了 這個老婆很有意思 回頭就去問她老公 老公老公 你到底是紅塊還是扁薄 這個老公就回答說 當然是紅塊都是上揚的 這個老婆很有意思 馬上又反駁她說 哪有人這麼神勇天天當紅塊 我也要當扁薄 給各位加深印象一下 那扁薄結的油都是在根的地方 或者是有膜的地方都會結油 所以我們媽媽或阿嬤的嫁妝 那個燙薯衣櫥掛白襯衫 你會發覺你家白襯衫總會花黃 那個衣櫥就要當傳家之寶 現在有錢買不到台灣扁薄的衣櫥 所以請你們不要花冤枉錢 到市面上的嘉祭店說 我要買台灣扁薄的衣櫥幾乎都是黃冒品 現在最常黃冒的就是用 葉蘭的塊木跟緬甸的塊木 而且價位還賣得蠻貴 當老闆告訴你說 這是葉塊這是棉塊 你心裡就有個敵 因為我講過全世界七大塊木 有沒有提到葉蘭跟緬甸的塊木 沒有馬上複習哪四個國家 中國 台灣 日本 好答對了 台灣日本美國加拿大 那葉蘭跟緬甸本身不出產塊木 他是出產山木 為什麼他不要用葉山跟緬山 要用葉塊跟緬塊 因為只要跟塊山上邊 價位就會水漲船高 我今天告訴各位這個資訊 是告訴你們 對木材不內行 請你們不要紮大錢 請買你們不認識 取名字取得很好聽的 我們就買平價的就好 那講到塊木我就很想跟各位分享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介紹說我服務宜蘭大協 那最近我的處是有個主管要退休 那我們就想送他禮物 那現在在台灣生活富裕 要送人家禮物很困難 我發覺我的組長有喝茶的習慣 我就說 我建議說來送塊木做的茶盤 那我們住宜蘭地區 要買塊木的產品 他的原產地就是對面的山 太平山下羅東 我們五個同事一個人出兩千塊 帶了一萬塊出門 到了羅東某家塊木工廠 工廠的老闆出來跟我接架 談話的結果 他發覺我對塊木怎麼這麼內行 他告訴我他很需要這種朋友 他要跟我做好朋友 他說我是塊木專家 我告訴他 我是專門在騙人家 他說我沒有三兩三 哪敢上兩三 我說我沒有酒精酒 我也不敢佔太久 那我看中一個紅塊樹頭 樹頭做的茶盤 他說這個茶盤 就跟你結個元 一萬六賣給你 我告訴他 我的預算只有一萬塊 他怎樣都不肯賣我一萬塊 我說你不是要跟我做好朋友嗎 連一萬塊都不肯賣給我 後來一萬四成交 他告訴我他工廠的產品 都是銷到三億 因為三億有很多陸客 陸客對我們的塊木 是情有獨鐘 會瘋狂式的大採購 他說我看了這個茶盤 他是標二十萬 給陸客去殺 陸客再會殺 對半殺十萬塊就賣掉 陸客高興的不得了 他很高興 今天告訴各位這個資訊 是告訴你們 我們是本地人 要買塊木產品 請你們到原產地去買 不要在觀光區 觀光區幾乎標的都是天價 那你在觀光區實在很想買 建議你們殺個一折 應該是差不多 這一棵樹為什麼要穿裙子 你會的 你會的